我有一个粉丝 护官很久的粉丝 他每天都在给我发羊头羊头 要来吃羊头 然后今天我来温将这边 他就给我推荐了 他说成都只有这儿有羊头 那我们去吃一下嘛 我给老板提前打个电话 老板说我随时来都有羊头 它的羊头是30块钱一斤的 我们要一整个就好了 那太高了吧 不得不得 你看看镜头里面就整好 羊头的味道 这个是蒜醋汁 干辣椒和黄豆酱 然后有葱丝 还有这个生菜 怪害怕的 说实话 我看人家吃都是这样接起来的 说实话有点 对不起了 我有点害怕呢 我的朋友教我 一定要这样翻开吃它 我惊了 把手套戴起 吃羊头出体验 老板说这是一个三斤多的小羊头 够了 够了 对不起了 一个鼻子 接受不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我心里作祟还是怎么了 我感觉 我吃它就有点害怕 我 那个皮子撕起来 屌气 撕来屌气看 它这个辣椒面 就有点像脆红的辣椒面 还有六婆的那种辣椒面 我还有鸭子 蘸下黄豆酱吧 这个黑的地方我不敢吃 加上黄豆酱加上这个 黄瓜 来点葱 再撕一下这边 再撕一下这边 呀 扯上它的头皮 头皮的 我来咬一口蒜 再点醋 再点辣椒 它好像也就只有脸上肉比较多一点 还有这个耳朵 给它耳朵扯一扯 说实话 它的肉是挺香的 但是趁豆我吃起来有点害怕 哇 耳朵很脆 而且处理的还是比较干净的 好 把这个耳朵吃了 我再放开它的头盖骨 它应该有羊的脑花吧 看来这是羊耳朵 羊耳朵 包个生菜来吃什么 再点辣椒 然后再来 加一口 加一口蒜 加点 大豆酱和葱丝和黄瓜 这样 给它裹着吃 它羊脸上还有肉 我这个三斤多可能也就一百左右 它牙齿的地方我就不吃了 它牙齿的地方我就不吃了 但是它其实可吃的部分也没有太多 下巴这边还有肉 来 吃开 对不起了 像样子 其实它卤的肉的口感挺好的 蘸这个醋汁是比较解力的 但是我想如果它能够给它刮下来 把肉给它割下来 然后再吃的话 我应该会吃的 要更开心一点 我的羊肉串来了 这个应该不是你来吃的 应该是第一步先给它掰开 你说直接掰它的嘴巴 对 我害怕嘛 它斑开的话 哇 给你们看哈 舌头也要吃吗 对 我看 感觉我有一点害怕呢 外面吃完了再把你砍开 里面还有老花 哦 好的 哦 待会还要砍的是吧 嗯 里面还有羊老花 我还把这些每一个有肉的地方 给它砍掉 这是酸酸老太婆 天啊 舌头 我好精精神的吃 我平常吃的是猪色啊 还有鸭色啊 我都觉得很好吃 我要是这个羊粉 真的有点紧张啊 吃起来 嗯 但是看着肉好猛啊 给你们看一看 切点肉就是好冷啊 拍天堂个黑 我吃起来补黑的地方 其实中间还是有挺多肉的 爱受瘦肉 嗯 点安 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仰眼睛该怎么办 我不敢吃吗 我不敢吃吗 真的不敢 我决定让老板去给我劈开了 把肉吃完 其实我估计一整个羊头的话 估计三斤多的话 肉也只有一斤多 它的鼻骨头好脆啊 好软 像那种柔软脆感 不是那种硬脆 是软脆 这个地方可以吃吗 吃了再说 我也是 羊头肉出体验 挺好吃的 下次我不会再吃了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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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我害怕吗 这个羊眼睛到底要怎么吃啊 给它烤一烤嘛 这个羊眼睛你们要吃吗 没关系 我如果吃个蒜的话 应该会 忘记它的味道吧 算了我放弃它了 我把它放旁边 老板你帮我劈了个头吗 好 这个是我点的羊肉串 你看看 我喝的是这个大白沙 你们喝过大白沙啤酒吗 还挺好喝的 青草啤酒 羊脑花来了 在这儿啊 好谢谢 那个脑花太大脱了吧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羊的脑子 好大一颗啊 好像一个腰子 把这个脑花沾点辣椒粉 还是羊肉串就要吃了 但是肯定他的腦子感觉有点腥 并不持人 这么多 它是羊肉串肉串就要吃了 但是这肉串就要吃了 好 是不是 没什么 把这个裹到生菜里面吃 生菜包串 我看他们家 人家有很多人说羊肉不好吃 我觉得它可以是挺香的 但是羊头肉 我感觉羊头能吃的地方 就是有那个脸上干净的地方 还有它脸颊上面比较瘦的肉 反正我已经满足了 我的粉丝帮你吃了 你可以来尝试一下 还有一种暂碟是 零热油的那个加蒜的那个 然后喝喝酒马上冰箱自己 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吃 但是吃不到的 你可以在评论下方告诉我 我去帮你吃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